属猪以及属蛇的朋友 您是不是准备到庙里安太岁了呢 位在芦州区的永连寺 每年过年前后就有许多民众 前来安太岁或者是点灯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属常年消灾灯 可以帮家人一同祈福消灾 每年过年前后都可以在芦州区的永连寺 看到大牌长龙的现象 这些民众除了帮自己或是家人安太岁之外 其实庙方提供的常年消灾灯 也受到欢迎 今年我们就是返太岁嫁床 就是生肖是猪的 然后就偏床就是蛇 所以这两个思想是返太岁 返太岁我们就参加我们的当年消灾 是几号在那岁15都有特殊消灾 你如果没有返太岁 也是有特殊祈求和家平安 返太岁特别还给消灾太岁 这样子合并在常年消灾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民众 请来我们有民事服务台来登记 相信不少民众都会在过年期间来拜拜财神爷 祈求新的一年可以裁员广进 总监师也提醒大家 如果拜拜时还能顺道摸摸金元宝 别忘了财气要往自己的身上揽 如果有机会来到永连寺拜拜 别忘了到四楼看看全台最众市值约4亿2500万的观世音菩萨像 这尊以1万两黄金打造的神像 相当的光彩夺目 记者方箭凯琳锦鱼 如舟采访报导 观看 看下车哟 ? 他可可以 是 乖 大家 跟 我